大家好,我叫沈蒙露,今年19岁,我是葡萄牙体育俱乐部女足球员 当我接受邀请时,我感到特别的激动,很荣幸可以加盟到葡萄牙体育 这里成就过很多知名的球星,它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而且葡萄牙体育总是能将球员多数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这对我而言是非常的珍贵的 我希望我可以在这样拥有优良抵御的俱乐部下迅速地成长,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小时候因为自己跟一个小男孩一样嘛,会在学校里面参加跑步啊,各种运动 身体了解还算不错的 我请了教练,来到学校里面学人,他就帮我带到足球这条路上 小时候还是蛮辛苦的吧,被晒得黑黑的,又是短头发 我妈妈每次看到我夏天40度的温度还在外面训练啊,然后就很心疼 记忆深刻就是每次跑大量,真的很累,跑酷的那种 跑完我总是和我的队友抱在一起,边哭边说终于结束了 在医院手术的时候,我妈妈就一直陪床,从早到晚,真的很辛苦 她看到我就很心疼,一段时间一直让我放弃啊,心疼我,不让我踢足球 但是我还是很爱很爱踢足球嘛,就一直跟他们去讲解啊,最后终究还没有溜过我,还是让我踢球啦 首先因为自己非常喜欢欧洲的足球氛围,随着现代女足的发展,职业女足的中心在欧洲也越来越明确了 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走出来,在更高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欧洲拥有着先进的足球理练啊,以及科学的训练体系 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下,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不限努力去突破自己,提高自己 而且我的家人也很无条件地支持我出国闯荡 我的团队在身后的大力支持着我 近几年也有大量的日韩球员不断登陆欧洲的赛场 获得主力位置啊,水平也有明显的提升 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球员也能同样在欧洲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 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加上俱乐部和队员的热情帮助啊 以及我经纪人的安排和支持,所以不管在生活和训练,基本上都适应了 我觉得国内和国外在训练和生活的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在国外可能更需要自己自律啊,职业化一点吧 从收获起居到训练,更多都需要自己的主动 每天都会自己做饭啊,自己到俱乐部去跟对训练 自己也会安排家练啊,上课语课等各种方便嘛 虽然不像国内那样集体化,任何事情都要有统一的安排 但在葡萄牙的生活让我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觉得很充实,也很有意义 这些材料是我在中国超市买的,然后很方便,基本上什么都有 原本2020年初我就要出过T9的,因为疫情,所以不得不退市计划 对于欧洲的俱乐部和比赛,我也花了很多功课去了解和学习 此外,我也通过网络啊,去学习语言啊,做饭等多方面的计论 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所以我来到葡萄牙才可以快速的适应 很重要的就是很重视球员的身体状况 对于的营养师也会隔三叉五的去了解吃饭问题啊 在球员表现出身体不适的时候,对于也会及时的介入 全面的仔细检查之后才是否能跟对训练啊 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单独制定一个训练训练 我的计划是走好每一步,先做好日常的训练啊 努力让自己每天都有提高和进步吧 在新赛期开始时能够成为球队派遣上场比赛的球员吧 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去告诉中国从事职业足球的姐妹们 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在哪里,外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鼓励更多的女足球员去走出来 提高自己的水平,从而为中国女足的发展尽获得一份力量 你好 只是一句 lesson,一句吧 幸好 这是什么飞行吗? JAYLEEGG ßen 我去一篇 下次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